阿姆尔记下第十章 此后 雅门人的王死了 他儿子哈嫩接续他作王 大卫说 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 后代哈嫩 于是 大卫差遣陈仆 为他丧父安慰他 大卫的陈仆到了雅门人的境内 但雅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 大卫差人来安慰你 你想 他是尊敬你父亲吗 他拆陈仆来 不是详查窥探 要轻护这陈吗 哈嫩便将大卫陈仆的胡须剔去一半 要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 使他们露出下体 打发他们回去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拆人去迎接他们 因为他们甚觉羞耻 告诉他们说 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涨起再回来 雅门人知道 大卫憎悟他们 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河的雅兰人 和索巴的雅兰人 步兵二万与马家王的人一千 驼伯人一万二千 大卫听见了就拆派约亚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 雅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 索巴与利河的雅兰人 驼伯人并马家人另在郊野摆阵 约亚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 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 使他们对着雅兰人摆阵 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雅比塞 对着雅门人摆阵 约亚对雅比塞说 雅兰人若强过我 你就来帮助我 雅门人若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刚强 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 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于是约亚和跟随他的人 前进攻打雅兰人 雅兰人在约亚面前逃跑 雅门人见雅兰人逃跑 他们也在雅比塞面前逃跑进城 约亚就离开雅门人那里 回耶路撒冷去了 雅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就又聚集 哈萨底线差遣人 将大河那边的雅兰人调来 他们到了西南 哈萨底线的将军 硕法率领他们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 过约旦河 来到西南 雅兰人迎着大卫摆阵 与他打仗 雅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大卫杀了雅兰 七百辆战车的人 四万马兵 又杀了雅兰的将军 塑法 属哈塔底线的诸王 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又与以色列人和好 归乎他们 于是雅兰人 不敢再帮助雅兰人了